中央公告孕妇纳入第六类公肥疫苗优先接种对象 花莲慈激医院29号已经为将近90位的孕妈咪接种疫苗 预计在30号全数完成超过百位的孕妇接种 慈激医院医师也自制了卫教影片 希望为孕妈咪解答注射疫苗后的疑虑 并安抚最近万的情绪 美国日前赠送台湾250剂莫德纳疫苗 以陆续配送至各县市施打 花莲慈激医院29日已为近90位孕妈咪接种 预计30日完成超过百位 不少孕妇妈咪虽然事前做好功课 但还是带着忐忑的心情前来 在这样疫情的笼罩之下 会不会对小孩就是有些未来 觉得他们有点担忧啊 嗯会啦多多少少就是 会担心之后小孩可能出生 或是他这几年活的时候 都是会觉得说都是要戴口罩这样子 我有考虑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还没去做跟那个医生说做一些检查 对对对可能下个月或是这阵子会再去看看这样子 不了解不懂的地方我就问我师兄 因为师兄也是医生所以他对于这个疫苗啊 或者是医疗的一些专业也比较了解 所以就可以多问他一些讯息 然后也多问就是我们的妇产科医师还有中医师 因为我两个都有看 因为就是三个人三个医师都同意 所以就后来就觉得那应该是安全的 就是真的是可以放心的去打疫苗这样 那刚刚就是你打完疫苗后就有医生在现场 我帮你做咨询 评估有没有感觉就是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 我本来就没有不安心 对 因为不要看太多网无谣言 花林慈愿妇产部副主任高盛博医师 也特别自制胃教影片 为孕妇解答注射疫苗的疑虑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专业聊天 卫妇部已经公告孕妇列为新冠疫苗优先施打对象 但是有不少准妈妈们都在问 孕妇真的可以打新冠疫苗吗 我们赶紧来听听花莲慈愿医院妇产部产科主任 同时也是全国百大名医的魏佑吉医师 来为大家一一解答 喂 蛤 你说什么 什么 哦 要注射哦 你会怕吗 不要紧 不要紧 你等下来 我帮你问医生 好吗 好 好 再见 我们目前当然还是建议打莫德纳疫苗 它是那个MRNA的疫苗 但是并不是说那医治医院就有问题 只是说因为它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研究 所以现在还是以莫德纳为主 那事实上施打莫德纳疫苗 对胎儿跟妈妈来讲 其实跟没有施打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风险并不会增加 所以即使说像今天很多妈妈她们施打完疫苗之后 她的一些就是 比如说她的一些注意事项 都是跟平常在怀孕期间注意事项是一样的 不需要说再特别去注意 比如说平常就要注意胎动啊 注意子宫收缩等等这些 那当然额外有增加的可能就是 一个就是说打完疫苗之后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比如说手臂的疼 注射力量的疼痛 或者是发烧 头痛等等这些 这个再注意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直接扫描QR Code 就可以看到影片解答疑惑 高医师也提醒 若孕夫接种疫苗前 有发烧感冒14天内接种任何其他疫苗 建议暂缓接种 若是注射完疫苗后 发烧超过48小时或有其他不良反应 建议尽速回医院就诊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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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